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今天这期影片呢 我想跟大家做的是 关于电影《变形金刚舞》的吐槽 我是大概前两天和我的朋友们 一起去看的这部 《变形金刚北美的首映》 我不算说一个变形金刚的一个粉丝吧 只能算做一个路人粉 最多算做一个路人粉 当然这种系列大片 我基本上每一部 我都会去电影院看的 但我的朋友们他们还对《变形金刚》比较了解 而且对Transformers 然后机器人各种都比我了解的要多一些 就我作为一个路人粉来讲的话 我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 就跟普通观众一样 但我看完以后 我还是对这部电影非常的失望 我觉得它起码没有作为我这样一个基本期待 就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期待值吧 虽然这样的大片 就系列大片 一部比一部拍的line是一个常理吧 就评分会越来越低 但你们至少 你们出自一个名导演之手 而且又是这样的特效大片 又有这样多的粉丝群 你至少得对得起这个票价吧 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 我就特别想做一期吐槽的视频来吐槽这部电影 大家都知道嘛 《变形金刚》是2007年的第一部 到今年刚好是第十年 而且这部的导演又还是麦克尔贝 所以我觉得粉丝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值 应该还是蛮高的 作为一个良心的制片方 应该把这部电影做得更完美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变形金刚舞》这部电影 它的主题太过于重复 就从第一部到第五部来讲的话 其实总体来讲 我觉得它的主题都可以直接归为四个字 叫拯救地球或者拯救世界 其实我们看第一部的时候 从那个梅根福克斯以及到西亚 他们演的就是女主角和男主角 就那个时候 你如果是拯救地球这个主题 我们觉得还很合理吧 就是汽车人嘛还有地球人一起拯救地球 拯救世界 可是你到了第五部 你还是这样的主题 就太过于重复了 就观众就会觉得你没有心意 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个结局是怎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情可以稍微变换一下吧 毕竟你又不是拍死神来了吧 就死神来了那样的视力片 你每一部都是死神来了 我还能够理解 可是这样的片子 你总可以改一下你的剧情 改一下整个的框架吧 要不然就是汽车人和汽车人之间有矛盾 他们Cybertron那个星球 两边要开始对打 然后威胁到了地球 要不然就是地球人和汽车人之间有矛盾 我们要拯救地球 反正就逃脱不了这两个圈子 就总归来说就是拯救地球 拯救世界 Forever 我觉得这样的电影就看到后面 就真的没什么意思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也是特别想吐槽了一点 就是他们的演员设定 在我印象中应该是第一部和第二部 是完全的原班人马 就梅根和西亚是女主角和男主角 然后从第三部开始 女主角就变成了杰森斯坦森的老婆 那个名模Rossi 她还是挺美的 我和第五部就完全就大换血 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这我觉得倒没什么 演员换了没什么 但是你保证质量就好 这一部呢就新加入了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的本名叫做伊莎贝拉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 当时我看预告片的时候 我觉得这女孩演这样的变形金刚的大片 应该还是能够hold住全场的 但是当我去了电影院看正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小女孩的演技真是着急 就不管是任何一个场景 任何一种就是戏 就是戏剧的情绪 它都是一个表情 就那种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很紧张那样的表情 就整场看的我很尴尬 而且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定也是非常有问题 就按照我朋友的话说的话 他觉得他这个角色 任何一个那种战乱下的小女孩拿出来都是这样的角色 所以这角色没有任何意义存在这个电影里面 第二个值得吐槽的角色就是西蒙的角色 就是约翰饰演的西蒙的角色 他是因为看过的朋友应该会知道 就是他是那个古巴的 在古巴的一个作者嘛 对汽车人有非常大的了解 所以他打电话给了那个英格兰的那个伯爵 告诉他巴拉巴拉巴拉一串事情 然后开始就开始各种的开战了 我就不懂这个角色存在意义在哪里 就是他非要偏在一个古巴的地方 然后又是那样一个作者 然后来告诉这一切 虽然说西蒙就这个角色 在这个《变形金刚5》里面的戏份不是很多 那你还是觉得很莫名其妙 这个角色突然冒出来 一会儿又没有了 一会儿又出来 不知道他的意义在哪里 第三个就是这一部的女主角Laura 我对于Laura就是 就他就这个本身 这个女演员我没有就是想要想要说的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很美的 然后身材也很不错 但我觉得他和前几部的女主角 就包括梅根福克斯和Rosey比起来的话 他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就我心目中当然 《变形金刚》的第一女主角 绝对是梅根福克斯 他的那个身材啊 他的声音还有他的长相气质 都是绝对的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然后到第三部换成了Rosey以后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Rosey 因为我觉得他的气质还不错 就还能hold得住就是 《变形金刚》里面这个女生 这个女主角这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Laura的话 就感觉没有那么出众吧 就感觉好像不太就是初挑 感觉没有前两部就是 前几部就是女主角这样的感觉 然后第三点就是他的剧情bug 大家都知道秦天柱是 Transformers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嘛 就大概是主星鲁的那种感觉 但在这一部里面的话 那个秦天柱这个角色的戏份 就不是很多 应该是在就是整个剧情 很后面的时候他开始出现的 而且他一出场就是被黑化了嘛 就是被那个Sybertron的 一个反叛角色被黑化了 结果我想说 还有点意思 秦天柱这集被黑化了 结果过了一会儿 他跟那个大黄蜂打起来以后 打了一会儿 大黄蜂就说什么 我一直是你的兄弟啊 什么之类的 结果他就被感化了 就这个黑化到感化的过程 是修了一下 特别快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整理就特别莫名其妙 他这个黑化跟 就到感化 就感觉特别的突兀 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过程 也没有任何的前因后果 然后你就被感化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挺bug的 而且就是说 秦天柱作为一个 这么重要的角色 然后在这一部结尾的时候 也是由他来做 就背景对白的这样一个ending的 但是他居然在这部变形金刚五里面的戏份那么少 我就不太懂这个剧情 然后说到另外一个变形金刚五新出来的东西叫做TRF这个组织 我当时就想说TRF 那还不如WTF对吧 就他这个组织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消灭剩下的一些汽车人 但他们在消灭这个汽车人过程中呢 好像又消灭不掉 又要去跟汽车人一起去谈判 结果到最后的时候 他们又不得已和汽车人一起合作来拯救地球 拯救世界 我就感觉这个组织挺没原则的 就是他们又打变营吧 然后又最后又要谈判 谈判不行 他们最后还要跟汽车人一起合作 那你这个组织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第四点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美国大片 它都会穿插一些笑点在里面 毕竟大家老是看汽车人在那里打来打去的 然后看这样的特效啊 挺无聊的 所以它都会设置一些笑点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变境金刚五就没什么笑点 就全场我觉得唯一的笑点就在于 就看过的朋友应该还记得 就是淡黄蜂它在就是被修过之后 它的那个声音变成了女生的声音的时候 那个地方是比较好笑的 其他的话我看全场也没有多少人在 有什么笑点在笑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在笑点这方面做的也挺失败的 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对于变境金刚这部电影的吐槽 都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如果你作为变境金刚的粉丝 觉得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但是呢毕竟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也不能改变什么对吧 就是我想说的都在这里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去订阅我的YouTube和B站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Instagram和微博和我在上面互动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